另外胸腔科医师苏一峰也在网路上发文说 某医疗院所的医护人员去年8到9月领到的裁减奖励金只有9块钱 不少网友看了指数不如不要发 连一颗茶叶蛋都买不起 苏一峰表示疑似是医疗院所没有办法同时申请多项防疫津贴 才会造成这个状况 但是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质疑 防疫奖励办法中根本就没有明定 各项津贴只能择一申请 质疑院方应该要说清楚这个津贴到底是如何分配 新冠疫情期间第一线医疗人员忙翻天 每天都要面对庞大的裁减人数 当时指挥中心也订定相关的裁减奖励津贴 但现在有医师po问表示 某医疗院所的医护同仁领到的裁减奖励金金额让人很傻眼 看看去年9月入账8到9月裁减奖励金只有9块钱 照片曝光有网友直呼发9元不如不要发 每天发一颗茶叶蛋都还比较实际 医院给的答复是 政府在申请这个医疗补助金方式 是有互相排斥的 照顾病人的一个专责医院的津贴 你其他的津贴就不能同时申请 医师指出中央对医疗人员的防疫补助 只能择一申请 但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 则认为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问题在这边 工会指出也有医护人员发现 没有实际参与裁减工作的长官 跟第一线人员领到同样的奖励金额 目前还在等相关单位厘清 医疗人员指判辛苦协助防疫后 相关权益不要受损 记者桃圣林一新 台湾护士多所学校 近期举办校庆活动 但是有某一间小学的资优班学生 趁着园游会的时候 涉摊展示自己养的鸡 在一旁还有价目表写着 暴击体验20元跟他互动30元 有家长看了觉得不妥 在脸书痛批这是失败的教育 对此校方也出面回应 坎言活动考虑不周 国小园游会 基隆就这样摆在大太阳底下 有家长直呼感觉 好像来到菜市场 因为旁边就放着价目表 说这是鸡农体验活动 未鸡一池30块 暴击体验20元 跟他互动也要再给30元 不管是鸡也好 狗也好 猫也好 其实我觉得都比较 不是太恰当 还应该还要再仔细地 大家再讨论 对于在都市的小朋友来讲 这应该也是很难得的经验 所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开始的用意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校方解释这是校内自由班的学生 从孵化开始饲养的鸡群 活动目的是希望小朋友更认识小动物 也借着摆摊活动赚取一些饲料费 但却由家长看不下去 加码爆料 当天鸡只被大家抱来抱去 还有小朋友太紧张 手一松机直接掉在地上乱窜 部分家长认为小朋友不懂事可以原浪 但学校的老师都没在把关吗 基本对生命的尊重都没有 直指这是失败的教育 可能是应该比较自然的状态 让孩子去观赏或观察价格的方向 这很容易造成孩子把生命做物化 那这的确是我们在课程上面考虑不做的地方 校方也赶快出面回应 表示未来办类似活动 会针对摊位的设置内容更加谨慎 解台北综合报道 国内缺药问题又出现了吗 医师苏一峰在脸书市井指出 治疗心率不整 心跳过快的一款急救用药 现在也缺货 而且这款药没有替代选择 苏一峰还消极地表示 请大家最近不要心率不整 食药署也证实 国内这款药物的库存量 大约只剩下1.5个月了 已经请厂商申请专案进口 也会跟专家讨论 是否有其他的药物可以替代什么 国内吃药问题连环报 现在连治疗心脏疾病的急救用药 Adenosine 腺肝酸也缺货 这款药物主要治疗心率不整 心薄过速 医师苏一峰就开宣 因为没有替代药物可选择 请大家最近不要心率不整 如果真的没药可用 就只好用腹部重疾 按压颈动脉等其他物理性的方式治疗 物理性的方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所谓的人的操作的方式 药物还是有它的一个价值在 所以药物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它目前库存应该还可以再呈1.5个月 应该会有厂商是要专案进口 实验署表示这款药物国内并未生产 全部养类进口 除了委托厂商专案进口之外 目前也跟国内专家讨论 是否有其他药物可拿来救火 可以用其他的类似的药物 但是没有同药理极准的药物 口服的药通常需要经过肠胃道的吸收 才会产生药效 所以效果会比较慢 你真记得它其实有很多 它是不能取代的 如果万一缺药是非常麻烦的 医生更指出 现在正值季节转换期 冷热变化大 也会让心律部长的个案数增加 这款药物一旦断货 确实会让急救治疗出现困境 新北市长侯友宜协调台北市港 武力委初选成功 最终由市议员李燕秀出战 却遭到民进党议员大酸 无心事政 乔王乔到台北去 对此侯友宜表示 他只是和两人聊聊理念 而且双北是共同生活圈 另外最近动作频频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昨天深夜 脸书再炮轰民进党政府 大砍军工教人员的退休金 今天也来到南投 将拜会县长许淑华 被相亲热情簇拥 南投女婿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回娘家第一站 参拜竹山子南宫 或许再来问问神明意见 毕竟还在争取选总统的郭董 话题热度不减 三号深夜感慨发文 批评民进党有钱发六千 却大砍军锦销 工教人员退休金 根本毫无公平 诚信可言 被解读有意拉拢军工教票员 郭台铭一天一提 路站脚步也没停 或许让侯友宜感受到不小压力 持续和党务拉近距离 我们如果说没有去尊重 主帅的布局 这场仗就不会打好 侯友宜第三度出手协调立委初选 这回更首度跨出新北 百平港湖 有北市议员李燕秀出现 被绿营大酸 瞧往瞧到台北去 简直是全台湾瞧透透 呼吁我们侯大市长 回来专心试政 新北市跟台北市 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他们来聊聊天 听给两个人的意见 说双北都在视野内 而无党籍议员 更希望侯市长 目光要放得更远 你如果做总统的事 这案 也最爱侯同家 这个我想练资再资 考在练资不两年半了 毕竟国民党七月 将举行的全代会 地点就选在新北 将正式提名 2024正副总统参选人 也被解读已经确定征兆 侯友宜参选 侯市长虽说尊重党的规划 但出战态势 已经越来越明朗 蒋配冯浩宇 曾如晨新北南投照报道